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些圈口重建的一些状况 那这个患者呢 他其实是圈口有的一个广泛性的亚洲病 然后呢 我们要去做一些人工植牙矫正的部分 那其实合并亚洲病的部分 他其实是最麻烦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必须先去处理亚洲病 那再来的的话 我们必须做所谓的一些指牙 然后可能是牙周手术的部分 然后呢 另外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这些牙齿的位置可能都已经有一些移动 所以我们需要矫正 那第三阶段呢 才开始进入我们的一个应付的一个时期 那到第四个呢 才开始进入到一个追踪的一个部分 这大概是我们在重建上的一个顺序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患者在治疗前的的时候 他其实有蛮大的一个亚洲病 那造成牙齿有一些缺牙 然后咬合的话都逐渐上失 所以比如说从这一个画面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是说 患者的整个咬合支撑 其实都在右边小旧尺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是很不好的 然后患者在治疗前 我们为了后续重建 以及夹牙的一些制作 所以我们就会去照患者的一个口内照 那观察是说 他的一些人中的一些部位的话 这些地方的一个组织的角度 是否都与正常的角度 差距有多少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是说 因为患者的一个嘴唇的部分 少了上二牙齿 所以它露出来都是下二牙齿 然后下二牙齿的时候 这边可能都会有一些牙齿的一个间隙 那这个是目前它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会很想知道说 过往患者之前的牙齿 到底是凸一点 凹一点 或者是爆一点 那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请患者将它过去的一个照片 那患者呢就将它 大部分二三十年前的一个婚纱罩拿来给我们 那让我们来看看 对它对整个治疗情况是否有所帮助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看全口的S光 我们确实可以看得到说 比如说有蛀牙 然后呢有一些牙周病 然后呢 有一些牙齿的一个支撑的部分都不是很好 然后牙齿呢是有一点斜斜的 那这个呢都是这 我们在S光上可以观察得到 然后呢这是治疗前 全口根肩片的检查 那透过根肩片的时候 我们就更可以看到说 这个地方有牙周病 然后左侧的地方也有一些牙周病 然后这个呢是有蛀牙 好 然后所以这整体上就是它目前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呢 在全口重建的时候 或是口腔重建的话 我们要必须印两组模型 那通常的的话 一组上来就是所谓原来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我们准备做计划的部分 所以这两个会稍微分开一下 那这种缺牙这么多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好方法 所以呢我们就是用咬合蜡蜡 做咬合记录 然后来看看患者最理想 未来的一个治疗计划 要如何前进会比较好 然后呢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个模型上在一个 半调节或全调节的咬合器上 然后把它架好这些 那从这个口内模型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患者的牙齿的话 其实是有一些倾斜 然后也有一些平面的话 甚至有一些斜掉 然后牙齿的时候 它可能一些角度都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在这一个患者的话 大概所有最糟的状况 大概都在它的口内通通都看得到 那这是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复形的话 觉得说后续的一个夹牙重建 大概要这样比较好 那我们接着呢 就在治疗的一个初步的过程 就帮患者做了根管治疗 然后把初步的牙齿有蛀牙的都做的一些处理 然后接着呢 我们做直牙的定位器 那这个直牙定位器 基本上就按照我们的一个 做蜡型所设定的一个程序来处理 从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 到底骨量大概还剩多少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这个地方大概比较外侧 骨头都有一些缺失的情况 然后骨头的部分可能会比较凹陷 那上二的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 这个牙齿的话 上二的牙齿其实非常的薄 那我们可能后续呢 需要做一些屁骨啦 或补骨的一些动作来处理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 就把下二左侧的直牙 然后处理好 那第二个 我们就把右下这个地方的直牙 直好 那直好之后呢 有一些骨头缺损 我们就放了一些骨粉啊 PRF之类的 然后再把它缝合在一起 好 那上二的话 大概就比较麻烦 那这个骨头的的时候 它比较薄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把它劈开 那劈开之后 这个骨头就会建成这样的一片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 就可以去放一些 我们的所谓骨粉的材料 那所以这是一个 那个手术的一个过程 那下二直牙的的话 就经过所谓的二截手术 那把这个牙龈的部分 暴露出来 那上二的部分 我们还是觉得说 这个地方的骨量略显不足 所以我们先做了一个简单的 一个二截手术的部分 那再来呢 我们这些都处理好之后 我们就做下二直牙 以及上二直牙的部分 然后呢 因为咬合上失比较多 所以我们也要特别记录 这种咬合记录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给了患者第一副的临时夹牙 那也许整个状况不是那么的美观 但这是患者 经过一年多以后 所得到的第一副临时夹牙 然后就可以接着到矫正医师那里去做矫正 好 那我们将这一个 夹牙装带之后 然后去口外评估 以及未来要如何因应与调整 然后我们将它送到矫正医师那里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所谓的一个齿列矫正 将牙齿排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位置 那矫正后再评估 我们发现我们的牙齿就从原来斜斜的部分 然后改成比较直 然后牙齿的部分就会排列的比较好 那整个都好之后 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矫正期的部分 那我们可能要做一些 牙周手术的部分 然后去治疗牙齦下的助牙 同样呢 上颓这一些地方的话 当它有一些缺损 那我们也可以用 所谓的这种角化牙齦的移植术 做一些修复与改变 好 那左下也一样 我们就把这个硬颓的牙齦 然后拿到左下去用 那这样子的话 提供患者比较理想的角化牙齦 对它未来的清洁会大有帮助 那我们在应付前的时候 口内再评估 那这是我们所看得到 目前池内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看得到说 当我们第二副临死夹戴上去之后 那因为有的人工植牙的支撑 这整个的支撑性 确实就比较理想一些 好 那这个部分都OK之后 大概我们就确认是说 矫正也做完了 临死夹患者适应也可以 所以我们应该要做 下额陶瓷的一个铁片 那我们就阶段性 慢慢的把应付要做的事处理完 那当整个咬合都稳定之后 我们就去做这个下额的陶瓷贴片 那陶瓷贴片做完之后 很明显就看得到说 患者的牙齿的整个形状之类 就获得一个蛮大的一个改善 然后接着上额再一抹之后 我们就把患者上额是陶瓷 然后下额是金属的支架 在临床上去试戴 需不需要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那因为患者的牙齿比较长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是做牙齿颜色 这个地方是做牙周的颜色 所以我们要给患者 还有祭司一个理想的一个笔色板的部分 那当祭司做好的陶瓷贴牙之后 他回到临床上会让我们去做 这个全齿导引的部分 还有这个门牙导引 如果这部分都OK 我们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最后上诱的部分 那这是治疗之后患者口内照相的一个追踪 那患者呢 这样子他的恢复上就会比较理想 那当然长期我们还是要继续 每三个月追踪牙齿的一个状况是如何 然后呢 这个就是治疗之后的话 全口的根尖片的一个追踪 然后呢 我们就尽可能呢 就是做所谓就是说最大的保存 最小的重建 然后来恢复患者的一个比较理想的 一个腰核 还有压周的状况 好 所以这是治疗之后的话 全口X光的一个追踪 那患者的使用情况都不错 那未来大概是说每三个月左右 就要开始追踪一次 所以呢 从术前到术后比起来 那这一类口腔重建 碰到压周病的病人的时候 基本上是所有最糟的状况 都在这一类病人身上 也是处理难度是最高的 尤其我们要预防后续的一些情况的恶化之类的 所以定期的检查 还有赶快去处理所发生的小问题 在口腔重建这个领域 是一个非常 好 好 好